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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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有这种心理 由这种心理引发出来的冲突而导致的忧患 那人与人 你说人与人 社会上人与人走向社会 人与人之间 考虑利益分配时 都首先考虑谁的利益 自己的 那国家与国家之间呢 自己国家 所以这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产生了忧患 在座难免 这就是诉讼战争发生的原因 人面对自然 尤其是面对死亡 谁能够改变它超越它 这叫终极思考啊 任何一种文化 最终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多为一步不了的 乃至对环境的资源消耗的 这种思考 人和环境之间的冲突 人和资源不断消耗的 这种冲突的 产生忧患 就是人的忧患 来自方方面面的 怎么办 这个就是要记住 伟大的中国古代圣贤 提出了什么的方法 以德出患 用自己的智慧 来解决 来消除 以所面临的冲突 忧患 不是把希望寄托于 彼岸的佛祖 上帝 这个区别 把重心放在自身 你要放在当时 中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 就可以理解了 黄河流域 四季分明 农耕 经济 站在农民的角度 你就可以理解了 同样的自然条件 甚至这个地块都是相连的 但是到秋天一看 收成不一样 什么原因 人自身的努力 决定了 结果 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对人自身的这种 认知 和重视 这是中国文化 比较独特的地方 所以宗教 不管哪一种宗教 在中国大陆有传播 但始终不泛滥的 没有迷 陷入迷狂 很重要 就是中国文化 它能自足 它能基本能解决 人们所面临的忧患 忧患从心理学上是 一种消极的心态 心理 我们能不能从这种 消极的心理当中 感悟到它的极节 中国文化 它分阴阳 但又不是绝对的两分法 它有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消极之中也有极节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你忧患恰恰是一种敬业的体现 如果大家都怕做不好 那才可能做得好 所以大家需要有这种 忧患意识 天下兴亡 匹肤有责 你要走一走 你确实感觉出来 中国人这种文化的 匹肤有责的这种责任感 和其他民族确实有区别 就在中国 你走一走 也会发现不同地域 它也有区别 作为曾经做过首都的地方 它那种政治责任感 好像仍旧相对强一点 那么认识推理方法 我们反复说 大家几乎能背下来了 一定要背下来 推一天到名人士 而时事途径呢 我们借鉴模仿 佛家的理论 佛家把他们的理论概括 用三个字来概括 就是借 定 会 它所以容易在中国大陆传播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内在的精神实质 太多相合了 借持就是减法呀 那在周易当中就是更挂呀 所以周易在这算华书 在流传过程当中 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排列顺序 有不同的称谓呀 下连山阴归藏嘛 连山就是山和山的组合 放在第一卦呀 就是人的修养从哪里开始啊 向山学习啊 能克制自己的那种欲望 那就是一种修养 就是一种进步啊 所以孔子后来说 克己 复礼 克制自己的欲望 是不是减法 是不是借 定 就是不断地克制 不断地克制到一定的量 质的提升 质的变化 有定力 有信仰 这不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固穷啊 君子和小人什么区别 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烂义 一旦到了君子有信仰有定力 即便下纲待业也不会为所欲为 他有道德底线啊 小人 那一旦陷入困窮 那就忽视了约束 自我约束了 就为所欲为了 道德修养的差别 慧 智慧 那是在实践当中体现出来的 界定的目的是要指导你的实践 我们用这样一个脉络 来认识中国文化 也可以用三个字 来概括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孔子说的 德行求福 仁义求吉 人就是德的核心的 义就是行的标准 你现在的德与行 决定你未来的吉凶祸福 佛家说的 戒 定 它都属于 孔子说的德 都在这个范围内 只不过 高下 身前 有趣 我们在孔子所说的德行的基础之上 再加一个字 学 那德哪来的 不是天然掉下来的 也不完全是遗传 虽然有一定的遗传 但是主要是 自己学习的 向谁学 向天学 向祖先学 向历史学 向一切有美德的人学习 通过学习 提升自己的德 古人所说的德 它的外言 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说的 伦理道德的德 天性见的见 不属于现在所说的伦理道德的德 但是在古代 它属于德的范畴 可以理解为 古人说的德 和心德的德 发音相同而通假 反而在自然天下当中 在历史 过往当中 感悟出来的 具有极极意义的心德 都叫做德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德 这德里包括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也包括厚德在务的修养 中国文化培养的塑造的 是复合式人才 既要有拼搏精神 还要有修养 德才兼备 光有才无德不行 光有德 无才 也不行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 都要考虑 各有各的功能 没有科学技术不行 科学技术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还要强调 还要注意 个体的道德修养 国家的 整体国民的文化素质 就是我们讲讲国学啊 也有一个 美好的期待 通过传统文化的 学习呢 能够让大家知道 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因为我看到 国外这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呢 他们多人在一起啊 开会讨论 最后形成一日一夜 希望呢 世界回到2500年前 孔子那个时代 这对我们是个刺激 人家在学习 我们在批判 那孔子那个时代 那都是 争作呀 文质彬彬的君子的时代 所以 没有科学技术不行 没有这个道德修养不行 确一不可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都要 重视 提升德的目的是指导你的实践 形式实践 最终是要用的 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 西方有些哲人说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实用主义 他这是贬义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 中性词 他总说 他们那个哲学 不考虑他的实际应用 实际他只不过是想把 这个贵族的研究啊 和这平民的 实践的应用区别开来 你说古希腊时期 他就做一些数学数论的研究 就做一些什么修资学 逻辑学的理论研究 有没有用啊 也有用 都有用 只不过是具体的用和理论的应用的不同 高低不同而已 所以 中国人说 关注这个用处啊 价值啊 是可以理解的 行 每个人的道德实践 首先是各 构造啊 个体的身心平和 我们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都知道 要养生 养生呢 要戒烟献酒 合力膳食 适量运动都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心态的平和 这话说的容易 做起来难了 试一试 我们一天不生气 两天不生气 慢慢的就变成不生气 我很佩服那个冯友兰 他晚年 的人生感悟 我经常提示自己 当要情绪激动的时候 就想要冯友兰 一生的感悟 三个字 不着急 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 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伤害自身 不着急 追求一种平和的状况 心态 个体身心平和了 影响你的健康吗 精神和健康有没有关系 精神和物质有没有关系 北大老师说 他们最佩服 最羡慕的就是北大哲学系 别的系 说人生其实古来系还行 但是到哲学系 你要七十几岁去世 那算早妖 这些哲学家 讲哲学的老师 都能活到八十几 九十几 甚至过百 为什么 同样的社会条件 同样的营养条件 心态的重要 所以我们学周一 学到这 你努力着让自己心态平和一点 慢慢你就会感受到周一的伟大了 个体的平和会不会影响家人 家庭的和谐 无数的家庭的和谐 才能够决定社会的和谐 你要不从个体做起说起 那就是一句空话 不能老说未来 得着远现在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能有一个社会的和谐 社会的和谐 才能拯救危机 拯救危机才可能生生不息 周一的内在逻辑脉络是这样 你就先记住三点吧 记住三个字 学 得 行 你慢慢去操作 如果大家都能像我们这样 主动能来学习传统化 学习周一 那么提高一个百分点 你说对社会风气 会不会有良好的影响啊 啊 好 啊 有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